我們首先來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個WebDuner它寫程式的工具 它是來自Google的系統叫Blocking 那你從這邊點過去就可以連過來 那麼一進來之後呢 您會看到我們在左手邊這裡 這邊是就有這些記錄了 那您找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一個是ALL一個是S ALL的話是代表我們剛剛只有三塊板子嗎 三塊板子都適用的 那麼如果您選下面的S就是專門這種針對Smart是用的 所以您可以選下面這一個 因為我們這邊是Smart的就是反子 這是第一個 那每一個人打開 有沒有裡面就有這些 看起來應該很熟悉吧 看起來應該都一樣 你也知道怎麼按一下就可以拿出來了 對不對 都是一樣的 那麼它主要呢會有分這幾個開發板 第一個動作我們就是要把這個開發板 欸老師您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把你的Smart先插到USB上面去沒關係 我們就讓它先連線 對對對 那利用這些老師把裝置插進去的時候 我順便給老師看一下 標準的插進去是這樣子 你看像我這個 我這個你先拿起來 您把它插進去的時候呢 您會看到有一個紅色的燈會先亮 有沒有 紅燈會先亮 開始閃爍 表示它在抓我們那個圖線AP 如果有抓到 它閃爍完會閃一下光燈 會閃一下玉燈 有沒有閃一下玉燈 然後就熄滅 表示你的裝置已經連到上面去了 有沒有老師你的是已經處在紅燈狀態的 哦那一個不行 那那 都不行哦 1 2 有3台沒有 其他來都是熄滅的對不對 所以 您重插一次看看 再重插一次看看 我們今天應該是沒有超過那個上限 應該是可以啊 欸再重插一次看看 看是不是這個無線AP 標準的如果說它會閃很久的 哦有有有 老師那個OK的 有的話 所以有可能 因為大家剛剛一起 對對對對對 超過那個就會 那個好 所以這樣時間代表連線成功 所以如果還有紅燈停在那邊 就是閃完 就是最後閃完就停了紅燈亮改的 那就表示你的網際網路連上 那我連上去之後 我怎麼確認 怎麼確認到底我的裝置 有沒有真正連到網際網路上 這很重要不然你就不能控制它 所以老師你剛剛那個那一張紙 就要拿出來囉 這張 嘿 這張 那您看到我們右手邊這裡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閃電 你把它按一下 在這邊把你的裝置名稱打進去 但是要注意一下 有分大小型 有分大小型 所以我畫面要趕快還給你 哈哈哈 你看我的沒有用 好如果你的裝置有連線成功 打完了之後 它這邊閃電會變綠色的 裝是打上面下面 打下面那個 打下面那個 device ID 我們那個號碼有兩個對不對 打下面那個叫 device ID device ID 才是真正各位這個裝置的名稱 嗯 上面那個 SSID 是各位呢 如果你回家的時候 要設定這個 smart的時候 你要找的無線 AP的名稱 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有連線成功 它會是綠色的 沒有成功是黃色的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連線成功 可是沒有變綠色 好 所以 我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像這樣子 你看 不好意思 我先切一下 我如果 各位有成功的話 有沒有發現這個是綠色的 對 如果沒有成功 就是黃色的 好就是黃色的 所以你把這個打 點一下 再點一下就收起來 好 但是我們從這邊會先了解 就是你的裝置 到底有沒有點到我路上 好 現在大家的設備都已經進來了之後 您真的就可以從左手邊 從左手邊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會先找個開發板 好 開發板把它 按一下就可以 拉進來 就OK了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這個是透過Smart 有沒有在這裡 好 就是說您把開發板 從左手邊這邊 按一下 點一個 就放下來 所以不同的開發板 我可以連不同的裝置 所以你在WebDuno 它的好處就是 多個裝置的時候 我這樣這樣丟進來就好 嘿 那第一個 您先告訴他 您的開發板是Smart 我現在透過WiFi 連接 那其實 如果說 老師您不想 讓這個裝置 連到網際網路上的話 其實也可以透過WebSocket 也就是在區網裡面也可以用 嘿 也是可以用 但是你要多去 都是多做一個動作 去取得一個ID 有一個另外一個ID 但是 我們現在用標準的 就是透過WiFi 連到網際網路 那 後面就是您剛剛那個ID的名稱 那為了避免不小心打錯 請在這邊多多兩下 直接碰比較快 因為你剛剛已經放到上 右上角是檢查用的 檢查用的 所以我把Ctrl加C 拿來這邊貼上 這樣我就知道說 欸 待會我有一個板子 Smart 透過WiFi連到這個裝置 連到這個裝置 那現在呢 你看我從這邊 我們左手邊 有分幾個部分 一個是原件 一個是傳感器 那一般來講 我們區別的方法就是 原件是屬於 不會回傳數值的 比如說L1跟 點矩症 是不是就是我給它 怎麼就顯示什麼 開口開關就關 那這種就是屬於 在這裡的 那相對的會回傳資料的 比如說超音波 溫濕度 光明電子 是它回傳數值 我根據它的數值 在判斷做什麼事情的 我們就用傳感器 所以先了解它的一個 大概一個分類之後 我先把這個板子 拿好了 現在呢 假設我的LED燈 我要把它接進去 那我就來找一下 硬體我們先都是先解決的 把它拉進來 把它拉進來 等一下我可以讓老師 再實作一下 我先操作一下 大概的操作方法 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我在這邊 那LED的腳位 我這邊 把它放在這裡 你看我在這邊 這裡 我把它接在這邊 您比較看得到 我把它接在 02這個腳位 好 那我有一個是接地 就像這樣子 把它接在這裡 這樣我就接上去了 那接上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 來控制一下它 就是我的 有一個板子 有一個LED燈 硬體 都接好了 我就回來這邊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 用閃爍 就把它丟進來 我沒有做任何判斷 沒有做任何判斷 所以呢 我只需要怎麼樣 只需要這樣就可以 然後這樣 右上角 你看 程式寫完了 有沒有一個 play的動作 在這邊 您就按下play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亮起來了 因為我現在不做任何判斷 所以就是執行了 它就開始閃爍 這樣 老師有發現 跟我們用Arduino 互面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Arduino部分 你就必須要多做一個邪路 對對對 少做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 就相對方便 就是尤其是在 電腦教室 在硬體的部分 因為你用平板 也OK 就行動狀態 也是沒有問題 這樣 老師有一個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先來轉模擬的好嗎 模擬 對啊 要先模擬一下 先模擬一下手感 模擬器 然後在這裡來 哈哈哈 OK 來